我们继续回来圣经经证读 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我们已经讲了第五节了 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由第六节到第十九节 就是一段耶稣的一个讨文 其实耶稣在什么时候为过门徒祈祷的呢 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可以是这样的 首先就是路加福音 第六章那里 就是当时耶稣就是在拣选使徒之前的 耶稣就是上山祈祷 整晚祈祷 祈祷一天光就叫门徒来 就是从他们中间拣选了十二个人 就叫他们做使徒的了 接着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讲 就是在做事工之前的 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有帮人 准是逼迫他们做王 所以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 也暗示耶稣也是上山祈祷的 当时耶稣也是一个如意节的时候 接着就是路加福音第22章 其实这个就是事工结束的时候 当时就指着彼得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了 叫到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 在你回头之后就要坚固你的弟兄 好了 那去到最后一个礼拜 也是这里 第十七章六至十九节的一个图文 我们稍后就会讲了 好了 其实去到最后 耶稣在荣耀升天之后 仍然都是在神的右边 替我们祈求的 好了 我们进入这个图文了 在约翰福音 第十七章六至八节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 他们本来都是来的 你将他们赐了给我 他们也都遵守了你的道 如今他们知道 凡你所赐给我的 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 我已经赐了给他们 他们也都已经领受了 也都确实知道了 我是从你那里出来的 并且信你 猜我来的 从这处经文就可以知道 这批的门徒 是事先经父神的揀选 再次给耶稣的 耶稣称他们 亦都是 能够 遵守神的道 虽然他们这一刻的灵命 尚未成熟 但是他们都已经全然毁身了 他们确信 耶稣和父神 合而为一 他们对耶稣的信心 显明在遵行神的道 因为他们都相信 耶稣原本就是神 9-10 我说他们祈求 不是为世人祈求 却是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而凡是我的 其实都是你的 你的都是我的 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上述经文当中的他们就是指和耶稣在场的十一位援徒 因为卖主的家略人 犹大已经走开了 这个代讨就关乎过两个方面 首先是关乎他们坚持的信念 在第十一节里面就会说到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 好像我们一样 其次的就是关乎他们的灵命性化 在第十七节里面说到 求你用真理令他们成圣 而你的道就是真理了 耶稣之所以为他们代讨 是因为他们经由父神的创作和简选 他们是属父神的 而耶稣也都声称 他和父神是合而为一 是一个亲密的关系 是同尊同名的 在第十一节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们那里去 圣赴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 好像我们一样 门头留在世上的目的 是要传扬耶稣救赎罪人的福音 并且在各处建立基督的教会 因着这样的任务 他们将来 会受到来自世上的敌对神的势力 的迫伯和压力 为着这个缘故 耶稣就为他们代讨 求父神保守他们可以胜过 耶稣在祈祷的时候 就称父神为圣父 表明父神的圣结本质 叫他们合而为一 是指在神的旨意 和神的目的上是要相同的 第十二节 我和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我亦都护为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个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的 好叫圣经上面的话 能够得以应验 耶稣和他们同在的时候 就好像很牧人去照顾羊群一样 而这个时候 耶稣称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就为灭亡之子 表明犹大并不是一个害羞 而一个 这样的人 他的真实性格 其实最后已经显露了出来 他先行离职 就好像使徒约翰里面所说 在约翰福音的一章 约翰一书里面说 他们从我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于我们的 若该属于我们的 就必应跟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于我们的 其实他不知不觉的 就让撒旦入了他的心 成为他使用的工具 接着13-14节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 我还要在世上讲这个话 是叫到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我的喜乐 我已经将你的道词给他们 世界又会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熟这个世界 正如我都不熟这个世界一样 其实这个话这个这字 都是一个幅数 并没有话的 就是在英文里面说 就是these things 就是这些东西 耶稣就说了 这些是安慰门徒的话 也是对他们有益的话 在耶稣受难之后 门徒将会想起他所说的这一切的话 就是因为耶稣将会从死里面复活 来证明他胜过撒旦掌死亡的权势 所以门徒的心里面将会充满他的喜乐 门徒是有价值的 因为他们是有神的道 但是他们将会受到撒旦权势的迫白 有十五节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照着神的计划 耶稣将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门徒都仍然留在这个世界 所以耶稣就为他们代讨 求父神保守他们 身处困境的时候 可以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那恶者就是指撒旦 约翰在这一书里面就称他为世界之王 在启示录里面就这样写的 魔鬼将你们中间几个人 走在监里面 叫到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无要致死忠心 第十六至十七节 他们不属这个世界 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令他们成声 你的道就是真理了 门徒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在哥罗西书一章里面说 祂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也都将我们遷到祂爱之国里面 耶稣为门徒代讨 是先求父神保守他们 那现在再求父神圣化他们 成圣就是分别为圣 而分别为圣的目的 就是要令到他们 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 在提摩太后书念就讲到 人若自劫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热合乎主用 与备行各样的善事 耶稣求父神用真理令到他们成圣 真理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 神的道是个别的 是个人的 和是轰行的 是普世的 所以神的道不单止是令到他们成圣 也都会改变他们的生命 第十八节 你怎样猜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亦都要照样猜他们到这个世上 耶稣就是信徒的典范 耶稣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但祂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祂的信徒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 耶稣被父神猜显到这个世上 而祂的信徒也是被耶稣猜到这个世上 就是父怎样猜显了我 我亦都要怎样来猜显你们 耶稣被父神猜显到世上的目的 就是要在十字架上 完成救赎罪人的这个任务 而信徒被耶稣猜显到世界各地去的目的 就是要传扬耶稣 舍己救人的这个福音 所以每个信徒 每个基督徒 都有传福音的使命感和任务 也都将真理 神的真理让到其他人是要知道的 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也都叫他们是因真理而成性的 耶稣自己分别为圣的目的 是要叫到他们 全世界所有的人得益处 但是凭着耶稣自己 需要分别为圣 而他的分别为圣 就是指 他献上自己成为世上的 属罪祭的祭物 而是耶稣受死的主要目的 就是叫到他们能够真实地 这样去分别为圣的 而按照字面来说 就是在真理里面成性 而这个很可能 就是意味着 神的真理是叫人成性的工具 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为世人受死 是要成全 成就神的计划 好 这一段的耶稣的讨文就讲到这里 之后耶稣就会讲合而为一 好了 我们今次讲到这个先 我们再跟回来 我们再继续讲下去的 我来看看 Stephan 我来看看